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这个星期冷空气减弱 气温是略有回升 不过受到东北风和东北季风的持续影响 东半部地区仍然会持续失凉一整个星期 迎风面的东半部因雨绵绵 而连日降雨的关系 也建议民众如果没有必要 不要前往山区来活动 这周受东北风影响 东半部地区天气仍然将会失凉一整周 到了周三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雨势也稍微趋缓 周四周五东北风影响 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雨发生 到了周末则又有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 整周天气大概都是因有雨的情形 但是雨不是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雨降雨的情形 并不是很多很多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7号开始 风慢慢减弱 然后8号9号基本上 虽然风减弱了 但是它的风后面的温度下降 还是会有一点点下降 但是不多 大概就24度情形 然后到10号11号的情形 就是东北风季风减弱 然后东北风比较缓和一点点 所以我们看到温度又回升到26度 然后刚才已经提到12号13号开始 另外一波下来 然后温度又开始下降 但是可以看到说温度下降会从北边的新城 秀林新城那边温度开始降 然后到南边的温度可能降的就没那么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周的高温 大概都落在24度到26之间 然后低温大概就是落在20跟21之间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就是还是早晚偏凉的一个天气形态 然后早出晚归还是要是40的添加115 由于连日降雨影响 山区请注意滩方极落时 尽量避免安排山区活动 另外东北风增长关系 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 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海商做业绩海边活动 还请注意安全 并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 关键 4 4 5